大家好,我是Stanley 我代表的專案是Shutout Shutout是一個工具 它是用來讚美 讚美就是你的社群網站裡面的人 那這是我們開發出來的一個 怎麼講 就是記錄大家貢獻的工具 那我們這個團隊想要做一件事 就是設計一個激勵的機制 然後要鼓勵跟促進社群間的 長期且持續的貢獻 大家可以這樣想 你在Slack你的坑裡面 很多人來參與 參與到最後呢 就是哪些可能一年兩年之後 你會想要找一下說哪些事件在哪裡發生 或是什麼時期大家會對哪一個活動特別關注 那如果有這樣的機制的話 就是大家有點像按讚 什麼事情大家都按讚 然後按讚特別多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會知道說這個事情受到大家的關注 那Shadow跟按讚不太一樣的是 它可以讓你加上文字記錄 也就是你可以留下一句話或留下一段話 告訴大家就是我現在為什麼理由按這個讚 然後呢 這就是我們的介紹 透過Shadowbar記錄社群貢獻 那你按讚的事情可能是對付出者的感謝 對重要事件的記錄或是參與某場活動 那我們已經這個Shadowbar已經出來一陣子了 那今天我們想嘗試的是 在今天這場大松裡面 大家如果試著用這樣的工具 就是你看到哪個專案覺得很不錯 你給他留下一句話 那今天活動下來之後 我們就會記錄一下今天64次大松 哪些活動受到大家最多的關注 那以及這些坑主們會知道 我的專案為什麼就是得到大家的注意 他們讚美我的是哪個部分 我就知道我這個坑 我的專案可以往哪邊再發展 那怎麼做這件事情呢 做下來之後呢 好 趕快講完 第一個 那個被稱讚的人 被Shadowbar的人 他會收到訊息 然後第二個 在一個Shadowbar page裡面 他會記錄下所有大家對他的稱讚 然後邀請大家一起做 你要怎麼做呢 請加入這個DowZero的Shadow社群 然後在這個Shadow社群Channel裡面 請你輸入AddShadow 然後叫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用文字輸入 ShadowToSomeone 就是你Shadow給誰 ForWhat ForSomething 然後他就會留在你的Channel裡面 歡迎大家嘗試看看 好 那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來小廣告一下 我們這個Shadowbar呢 目前還在適用新的功能 第一個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說 我Shadowbar某件事情就是 我來參加大松這件事 本身值不值得被讚揚 被請贺 也可以啊 所以就可以做Shadowchecking的工作 那第二個 Slash就是本來的Shadow 第三個 我們還可以Shadow某個專案 因為目前呢 你可以Shadow 只能Shadow專案的人 但我們希望以後可以直接Shadow專案 好 以上謝謝 謝謝 我們真人喔 真人喔 謝謝 好 感謝Stanley